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前面学过了 已经跟数据结构有关的 数字操作函数 对不对 那这里边呢 咱们前面的分类函数 咱们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我们手翅里边 列出来的这么多函数 咱们按功能需求 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吧 当然咱们有全部的讲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根本都用不到的 当然大家可以参考手上去看一看 对吧 那有一些是归不了类的 那我就把它放到其他函数里边 也是平时会用到的一些函数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函数有哪些呢 大概有这么几个 首先来看一下随机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A-R-R-A-Y-R-A-N-D 这是随机的吧 随机从数竹取出一个或多个单元 后边是可以随机取出几个 对不对 比如说取出一个的话 那反过一个 如果取出多个 是反过多个呀 对不对 那随机呢 跟系统的随机数那些都差不多 对不对 但是我想问的是 随机取出的的是值 还是下标 是这个 那 那如果那个还是归你来写 那你认为是随机取出值好 还是随机取出下标的 值 对吧 那虽然取出值 但是我也用这个下标呢 通过值能找下标吗 因为值是重复的 对吧 通过值找下标只能找一个 对吧 而如果随机出来见值呢 我通过见能不能找 是吗 能找值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随机数是随机从数竹里边 返回一个下标 对吧 比如说 这样 生命一个 AR的数竹 AR AY 这里边 生命一个 A B C D 看到了吗 然后 我打印一下 我就能就V 大个打印 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 我值是不得做标类型的 我用 AR AY 下标签 RFND 随机 看到了 DOR会R 对 看一下 是什么呢 是不是零 一 随机都是一 一的几率这么大呢 再零 三 对 是不是随机啊 根据不同刷一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所以反过下标 因为我拿到下标之后 我就可以怎么拿 用到值了 对不对 那就随机值和下标 是不是都有了 对吧 随机数 刚才能说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一 其实随机数 就相当于我们投用地 对吧 投用地 然后猜 猜字还是 正面反面吧 那如果你投十次的话 有可能都是字 不是没有话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投一万次的话 肯定是自货化 接近50% 对吧 这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当然这个随机的几率 咱们是可以调的 因为随机数是存在种子的 会根据系统一个变化的东西 去算出来的 那系统什么东西是变化 对 时间是变化的 所以呢 如果总子咱们整 做好事 比如说 你好秒级的 就是好秒级会变化那个种子 随机数就会变化的比较 好快 如果你这个种子做成是什么 是分钟起的 对吧 那就一分钟才会随机出一次 听懂吧 所以咱可以调这个种子来让随机的频率是多少 是这样的 那咱们现在没学到时间 所以呢 这里边我就不已设计种子了 当然手册里边这里边也给了一些案例 但是他没只能总子 如果只能总的话 用这个 听什么 咱们去做 这就是随机 但是后边这一个长期 后边一个找出什么意思 后边这个 跟他指明了你想取多少个单元 随机取几个 比如说我这话 三个 随机取三个 看一下 反馈的是一个数字 是不是随机取三个 给取一段 这就是随机数 这个比较简单 也会有用的时候 但是面试题的时候 出了一个这个题 看一下 跟刚才小的ABCD一样 对不对 然后从这里边随机取一个 取的是下标 是不是整数 整数是字幕串吗 不是 不是 那我们这份值是什么 对 是不是假 他判断是个字幕串 所以呢 念人题会出这样的题 说明什么 他考的值点 就是随机是下标 还是随机是值 对吧 来看第二函数 这个什么 是打乱一个数 对 来 咱们搜索一下这个函数 SHUFFL 对不对 搜索一下这个 你看 存一个数 这个数 这个值就可以打乱了 比如说 我们这块 你大吗 还是这个数 这块有 SHUFFL RE SHUFFL RE 但是前面没有RE 对吧 不是RE开头了 我们看一下 每次刷新一下 它是布尔形的 布尔形这样值 因为能处理完之后 它是一个引用参数 是不是对元数读 对 进行操作了 所以我们这块 R 打A R 跟刚才的随机差不多的 来我看一下 CATD 你看 岁数据是不是 每次都乱 每次都乱 为什么有的时候要打乱数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游戏 打不是个牌的游戏 54张牌 对不对 每次起牌的时候 折腾这个函数 是不是岁数都乱了 然后在发牌的时候 就不是有规律的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咱们也会有用作的时候 好吧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很简单的 小函数 对不对 这个是统计数组中元素各种的核的 那我们看一下 对 你可以通过手数 通过手刺 SUF 计算数中所有值的核的 只要穿一个数组 就把数组的整体值 给我们的核取出来 有用到的时候 而且很多 但是很简单 比如123456789 对吧 这几个数相加 这几个数价的总盒是多少呢 IQO一个 用A R A Y 效果线SUF 对吧 到了北洋 就会把这里面所有数相加 不然的话 我们是得做个循环 积累一下 有了这个 就不用我们做循环了 系统里边能帮我们算出来 是不是45 对吧 这些函数都是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用一下大家知道有这个函数 对吧 用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不认识 是吧 那看这个还是干嘛的 它是给我们声明数足 相当于处主化用的 对不对 R A N 记忆 是吧 建立一个包含指定范围单元的数足 看到了吗 最小值 最高值 对不对 过度是什么 那咱们怎么看呢 比如说我现在想声明一个数足很大 我就不用循环声明了 我可以直接用这个 R A N 看到了 从下标从0开始 到 10个吧 都可以 100个也行 1000个也行 对不对 但是咱们看起来就该乱了 你看一下 很简单的一个函数 我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得到下标为0开始的数足 对吧 值是自动增加的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我平时想声明一个这数足的话 我是得用一个循环呢 但有这个的话 是就不是了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跳步呢 比如说我说写3 跳步指的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不是连续的 我现在写3的话 你看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最大值到10 到那个10的话 对吧 然后什么 0369 对吧 这是这个放线数足 反归从他到这个最高的单元 包括他自身 对不对 如果这个小于他 则序列将从高到低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好吧 那除了这个 咱们还有一个函数 就是这个 跟他的功能也差不多的 什么呢 3 对 天聪 用给定的值天聪数足 跟刚才的声音差不多 这话是从开始的所以 然后这话是个数 然后添什么值 你看 跟咱们声音也有关系 所以呢 我平时用的时候 很少用这个 再说 我平时还用什么呢 这个 IY下标签 F 比如说 下标从零开始 到十 都让他给我填通上 什么 哈喽 PST 对吧 那你看一下 我们的数字 是不是 下标从零开始 一直到九 就是从零到九 从零开始有十个 值都是 哈喽 PST 对吧 那参数有其他的吗 没有吧 是不是就这几个字 反归的数字 所以呢 用起的比较简单 给的例子也是比较简单 那这就是我们 这几个内容了 咱们就将 结束了 所有PRP 什么 数组的操作函数 咱说了 再到以后的支持点 也就是字幕串和正则的函数 我会给大家讲的非常全 以后其他的功能模块的 就不会这么全了 因为呢 字幕串和数组会占你将来开发 百分之五六十的代码 对不对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简单而重要 听什么 而其他的扩展库太多了 对不对 有的扩展库 你都这辈子有可能用不上 对吧 更别说扩展库里边的一些函数了 听什么 所以其他扩展库就按功能需要 我用什么 咱们去学什么函数 听什么 那到这为止呢 咱们不光是数据操作函数 学完了 咱们对数据的处理 咱们也告语段落 好吧 那以后咱们遇到的所有数字的预法都是咱们讲过的预法 OK 那以后数字的知识点我直接用就不再伸说这是干嘛的了 对吧 我直接用就可以了 那希望大家在课下能把数组的这些内容都处理掉 比如数组的声明 数组的便利 数组相关处理 以及超确率数 这些知识点 好好总结一下 把它学好 数组在拼拼的学习阶段和使用阶段不能忽略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